大家好,我是亚东医院张厚塔医师 接种COVID-19疫苗后,可以预防感染 降低重症及死亡的风险 目前全球多国都在致力于提升COVID-19疫苗接种率 然而,部分国家即使接种率逐步提升 确诊及死亡人数却不一定逐步下降 在这里要特别提醒大家 千万不可以因为打过疫苗就松懈了防疫措施 防疫措施跟疫苗接种有同样的重要性 防疫没有特效药 无论是否已经接种COVID-19疫苗 都要戴好口罩、正确洗手、配合防疫措施 让我们持续落实防疫基本功 保护自己也保护他人 共同守护健康家园 苏醒替 将军政绩所造成的 再创获利新高峰 登峰造极 那前三季财报出来的时候 端给你看的时候 是代表我们过去讲的那些题材 我现在验证给你看 我们家公司呢 确实有做到 那确实有做到什么呢 我前三季的美股获利呢 超越了去年全年 而且呢 因为我们还没有算第四季 对吧 所以当我股价呢 来到某个高点 我拉回来整理以后 那我们就要看 你的未来到底在哪里 什么叫未来呢 我既然成绩单端出来给你看了 然后我又是在这个产业 等一下我会慢慢说给大家听 然后呢 会不会有供不应求的效应产生的 接着满满的 供应链到底好不好 你要供给谁 好吧 那个关乎到你的股价 未来会不会持续往上走 各位你想想看 在我们这个行情里面 我们碰到那种震荡 我们每次压回来 我们都担心一下 吓一跳说 哎呦 要小心 等一下 要小心什么呢 要小心会崩盘 很多投资人都说 这个消息乱传 这个不行啦 这个现在不能买股票 怎么样怎么样 第二天一看 又大涨上去了 马上又 马上心意又变了 我现在问大家 其实台湾股市 我觉得非常的健康 什么健康呢 基本上呢 我都觉得它比那个 它比美股还差 好吧 是吗 我们比美股还差 对啊 你去看美股那些 那些很会飙的那些公司 我都觉得我们台股 有些股票呢 基本上呢 你还没有反映到 你的基本面 这样的题材是有 产业也对了 但是呢 好像大家有点不捧场 我告诉大家 我们的量能还没有大出 到年底的作战行情 一定有 我现在跟大家说 一定有年底的行情 来了 现在重点来了 那我们怎么买股票 我们是要短线做还是做波段 我先跟大家讲 这两个模式非常简单 高档的股票 短线进出 低档拉回修正的 可以做波段 你说我这样讲会不会很 就比较直接啊 我要跟大家这样讲 如果你今天只是一个说 我只要做一个短线 我短线进出就好了 我赚到家差 我就赶快 脚底抹油 溜啊 然后第二天再回来看 哪一个可以做短线进出 这样子对吧 有的人个性不是这样 我累得要死 我上班我还要担心 担心做股票吗 万一要进去无城市里面的话 我根本就没办法看盘啊 对不对 每个人职业都不同嘛 对啊 那我进去以后 我就做波段就好了 我买到对的股票 放着 对吧 放着 各位你去想一想 今年你如果放股票的话 你知道吗 那种金金掌军团里面 不管金鸿也罢 经验也罢 不管他现在股价在什么位置 你想想看 当时我们在谈的时候 都是一倍以上 都是一倍以上 那么再过来 有没有那种 还可以再涨一倍的 我告诉你有了 真的吗 指数在这个位置 你现在在讲一倍以上 怎么会没有 我现在问大家 有些股票他真的在低档 是吧 好吧 那来 我现在跟大家说 来 这个叫不变的定律 供需 供需关系 我们过去有讲很多 但是我现在跟大家讲 如果我要讲一个 我看讲个比较简单的 给你听好了 PCB如果会好的话 大家都在扩产 对吧 PCB会好的话 都在扩产 ABF三雄 这个外资法人 不断的调高他目标价 好像那个都 随便你讲 现在到300 现在400 500 600 700 800 我看他一千好 那种感觉就是这样子 那我在拍卖一样 那发现 为什么 就供不应求 我们看好这个产业 就是到未来 我现在我在看 从这个阶段 你现在产出 你现在没扩产 所以到那个阶段 市场上的需求 我们在研究 我跟你讲 我现在讲的非常简单 当然研究要非常深入 如果你这样子看的话 为什么人家可以这样 一直调高目标价 股价就一直调高 一直调高 一直调高 来 一直调高是吗 好 没关系 一直调高我就发现一件事 我跟大家讲 来 这个是我之前讲的 你一定有看过 你不可能没看过 因为他客户就是ABF三雄 南电 星星 景硕 这一群公司吗 不是吗 那我现在问大家 如果是这样 我今天在他的上游 他下面是我的客户 他们都一直被调高目标价 一直被调高目标价 那很简单 对不起 因为他是我的客户 你想想看 如果我今年我的获利 跟我前三季的获利 都相当不错的话 而我的股价在低档 我还没有创高 我又没有机会 于是乎 他就来了 来了什么 从我讲的那一天 你再看 不管在看盘中直播也罢 看我们在节目里面 去跟大家形容的也罢 到了今天 他就是走一个步步高 他的涨不停 挺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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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不是这样 所以我们要买什么 什么样的股票 就是类似这种步步高的股票 就是你随时进来 你都可以赚钱 因为我的高点不断的出现 这样的 这种的股票才很棒 为什么 大家都可以参与 不是吗 即便你今天短线做一做 你回来 有点拉回 有在进 怎么还有高点出现 你要做到这种股票 那就是好吧 短线也可以做 波段也可以做 不是吗 那我现在跟大家讲 PCB产业 我看相当不错 结构性非常好 为什么 他有升级 产业升级 加上所有人都在扩产 各位 产能还没有全开出来 以前都叫做 供不应求 除非全部的产能都开了 就要看市场的需求 还 是不是这么旺盛 如果产能再全开出来 市场还说 对不起 不够 还不够 各位 你知道那个股价 可以用想象的 就像我们所讲的 我现在跟大家讲 我语重心长的讲 第四季 你要能够赚到大钱 所以你要很积极的去参与 这里面的股市的活动 你懂吗 有些股票 我刚刚有形容一件事 有些股票 已经涨不停 创新高 有些没有 有些修正整理完 他在整理 还在整理阶段 我刚刚举例 好吧 我先举例这里 各位 昨天的被动元件 有在开始动 是来自于谁 华兴科 但是华兴科 今天就比较在休息了 等一下 那我们再形容一件事 如果华兴科在休息 我们就研究它里面的内容 昨天它亮灯 对吧 那我昨天我也骑了一档股票 那我再拉过来给大家看 咻 拉过来 拉到这里来 有没有 有没有在扩产 有 家邦 有没有 是不是华兴集团旗下 我过去一直跟大家 抢一件事情 如果这两股票 曾经过去有很高价 然后你会发现一件事 如果我现在看到一家公司 在扩产 我一定心里会这么想 你扩产的目的是什么 你现在扩出的产能 会是什么 你扩产之后 你的扩产 你的量能 产能会增加多少 第二 你的市场地位是什么 那当然 我们过去形容一件事 如果谈到天线这个部分 家邦呢 绝对是大家所想象里面的 高频天线模组里面 是非常重要 因为市场地位非常重要 第二 天线在未来 不管在车用也罢 在网通也罢 它是产生了一个非常大的需求 因为你知道接收讯号 我会形容过了 一接一收 讯号打过去 就是要靠天线来做接收 好吧 既然它的市场需求都在 在这个情况之下 我们就看它第三季端出来成绩单 三块多 各位你想一下 三块多 所以第四季还没算 如果我们再往前去看 它的高价区在那个地方 你有什么想象空间没有 因为现在在年底 你一定会有一个想象空间 为什么 这家公司在扩产 而且成绩单端出来不错 而且它产业是有个地位存在的 好吧 那就充满了想象空间 那我现在跟大家讲 股本的大小 也关乎到股价要怎么涨 对吧 好了 那是有关于被动元件 所以我们提到了家邦 你可以看它今天的表现 好了 再来要提谁呢 我跟你讲 再来要提这一家公司 我现在问大家 等一下我先找一下 跑去哪里了 这公司很妙啦 我们过去都常常在讲 来第一个叫洪家军 洪海集团 我们现在先不要看洪海集团旗下有什么公司 好不好 我们先跟大家讲 请问洪海的未来方向 是不是走电动车 对的 电动车是不是需要非常多的零组件 加上什么电池材料 所以他之前在整合什么 熔炭啊 中炭啊 请他们来帮忙啊 硕核啊 这个要做电池材料的部分 好了 处理好了 好 这个结盟也好了 入股也好了 好吧 再来呢 还缺什么缺什么缺什么 来了 好来 麻烦各位找一下 洪海 做电动车 洪海集团要做电动车 所以他MOSFET 他会找谁 MOSFET 那到底会找谁 MOSFET 在这 那我问大家 等一下 那这里面有切到第三代半导体材料的 你相信你都知道 你不知道 你为什么不知道 没有在关心产业 我们说听听看哪个股票可以买 没有在关心 是吗 如果你能够关心到产业 你能够切得进去 你能够了解的话 你就会知道 原来洪海要发展电动车 他下面的零组件 他已经都找好了 对应的厂商 而且是要跟他有关系的 那我请问大家 MOSFET里面跟洪海有关系的会是谁 附顶 原来是附顶 请问 附顶他有积极的在做什么事吗 有的 附顶如果你想到的只有是笔电 PC 那个有太弱了 因为早就在进行一件事 叫做第三代半导体里面的碳化系 那么碳化系这个东西 当然我们要有可靠度的验证 所以要去送验证 好吧 那我未来我电动车要使用到第三代半导体材料里面的 MOSFET的情况之下 我会找谁 好吧 那好 第一件事 你已经在做可靠度的验证了 所以呢 预计在今年年底 请问现在是不是靠近年底 就在年底啊 我们现在本身就在年底啊 到了年底这验证通过以后 将来 好我现在问大家 将来 你的东西 要提供给谁 对不起 洪海 我都要 都给我 好吧 都给我 发生一件事情 我们想一下 洪海跟国具 是被动元件啊 对啊 洪海跟国具拉起来结盟啊 洪海要的是什么 国具的被动元件啊 万一到时候来个供补应求又缺货 对不起我都跟你结盟了 所以我们电动车需要来先给我 你知道吗 我觉得企业的结盟 是很有意思的 很有意思就是 我为了确保货源 我现在跟大家讲 确保货源这件事太重要了 如果今天没有这样的关系 我怎么可以优先提供给你 是吧 更何况我们是公司旗下本身的关系企业 所以当我研发出这种东西来的时候 我可以想象到未来 那么未来也就是说 未来在什么时候 未来在2022年 哎呀 很快就到了一个多月 是不是 很快就到了一个多月 一个多月就到了2022年 所以当我现在去看这些股票的 这个开始浮起来 也就是说 从低档开始起步以后 开始电高 放量做攻击的时候 我们想到一件事 叫做年底作帐 年底作帐 因为我们第四季是不是还没有算进去 对哦 第四季的获利没有算进去 但你第四季要明年你才可以看得到啊 对啊 可是前三季就比较透明了 对不对 前三季会变成什么 我下档的资深已经出来垫在那里了 我告诉你 你拉回来拉不了多少 很简单 我获利摆在这 你怎么可能拉回来到这 但是我现在如果看到说 哇塞 你订单已经接到2022的下半年 如果我先假设 有一家公司 那我现在看到说 有一家公司你订单已经接到2023年的第一季 不是 对不起啊 我们2021还没过完呢 对啊 他已经接到2023年的第一季 对 为什么啊 因为有转单效应 这个我到时候还讲个故事给大家听 转单效应是超妙的 对吧 所以那家公司好好的接到2023年第一季 然后第三季成绩单端出来了 端出来了 好不好看 成长了大约 比去年同期成长大概9倍了 你在说什么 9倍啊 你在说9%吧 没有没有 9倍 前三季的获利 前三季获利是比去年同期成长了9倍 哇 订单接到2023年第一季 哇 就这样 那你说那股票会不会涨 当然会涨 怎么不会涨 而且第一个 我讲股票要在相对的什么 他比较低档 他不是在最高档 这边有利多出来 他就会有刺激要往上走 那不排除就直接创新高 今年创新高 所以我问大家 过去你看那些创新高的股票 你都觉得你说你买到高点了 对吧 我买到很高点 比如说 生帽啦 聚合那一类 我买到很高点 股价拉回嘛 对吧 股价拉回 碰 碰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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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来 你买到的不是最高点 因为他有更高点 但高点再来震荡 对吧 是这样子 所以你没有看到 今年创新高的公司 前方高点 也不是高点 因为他有题材 题材之后 端出获利给你看 如果获利 对不起 获利没办法 呼应到他的题材 对不起 还是要拉回 对吧 获利能够呼应到 高档震荡 随时在准备突破 因为还有第四季没算 这是我的观点 我现在告诉大家观点 所以我们的 所有的观众朋友 我们亲爱的观众朋友 我苦口婆心要告诉大家 第四季是你赚大钱的时机 你不要怕那个大盘震荡 拉回才是好机会 不是吗 好吧 那既然如此的话 那当然了 今天要提供给大家什么的 来吧 各位请看 你有没有套牢的股票 我先问大家 你现在有没有套牢的股票 你开始要准备换档 我先跟大家讲 有的套牢股票 他需要等 等到他解套 有的套牢股票 他不需要等太久 就看你套的有多深 一档换一档 来换档操作 那首先我们先来换步步高 来各位 步步高 我刚有形容过 我们前一阵子讲的 涨不停的小尖兵 他就是步步高形态 开始往上走 步步高两种形态 一种非常强势的往上涨 一来个5% 6% 要甚至亮灯涨停 持续亮灯涨停 这种也叫步步高 持续的创高 这个也叫步步高 对吧 你需要这一类的股票 我先跟大家说 你需要这一档股票了 然后先从一档来换就好 你说没有 我很庆幸 我都没有套牢股票 我手上有的是资金 那欢迎 那如果这样子 那更好 恭喜你 你没有套牢股票 对吧 你就来 步步高这档股票 我自己在看 等一下我自己看 明天是礼拜五 对吧 这档股票 它是什么个高法 有机会的话 应该是这样 没太大问题的话 我觉得步步高 明天应该会先来个 亮灯涨停 我的看法是这样 但不知道 明天来看一下 好吧 来 有套牢股票的观众朋友 来一档换一档 你告诉我 你现在什么股票套牢 买进的张数跟价位 然后我来帮你换 换这一档股票 等一下 进广告的时候 麻烦各位请你来电 好吧 打电话进来 我们来开始来操作 明天就要换 明天要换这一档步步高 不排除 你会看到亮灯 因为我觉得它筹码变化 已经很妙了 好不好 来吧 没有套牢的可不可以参加 当然可以参加 欢迎 那你算是很棒 都没有套牢股票 有资金 没套牢 只是没标的 对吧 步步高 有套牢股票 来 我先会把你一档 把你一档套牢股票拔掉 然后换这一档 步步高 明天 礼拜五 周末愉快 好吧 准备好了吗 步步高 送给大家 预备 进广告打电话 待会儿回来 正大的年代 我们给您最强势的后援 188超值互助专案 帮助您战胜市场 称回赢家的行列 超值专线 银耳爆银耳 188 Live直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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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来复直播 立即上线 Live直播 欢勇服务 欢呼地铃 请搜索关键字 亚太国际投顾 顶尖团队 顶级享受 软体下载专业研究 亚太国际证券投顾 028512-5858 全新的操盘策略 全新的尊荣服务 创意理财 尽在亚太国际投顾 028512-5858 看全球财经台 除了家中有线电视之外 您还可以这么做 网路影音平台YouTube 能上网就能看 而且免费 改变收视习惯 就从全球财经台开始 开启投资新视野 再创获利新高峰 登峰造极 好 回来 回到现场来 我们再跟大家讲 我说其实 如果在看股票 基本上如果你心不够大 你只能赚小钱 那心大的话 当然可以赚大钱 对不起 难道贪心就一定 可以赚到大钱 不一定 好吧 贪心有时候 可能还会失误 那你要找到对的股票 筹码要稳定 它中小型股 当我们看到 大盘指数在震荡 我一下高一下低 那个都是全值股在带动 那高低 都是全值股的影响指数 但中小型股 是筹码在影响股价 那么好 我们过去 有跟大家形容过 如果你去看 金金掌军团里面 我举几个 比较容易懂的标的 好吧 一个叫金鸿 一个叫金燕 金燕是做ESD 对吧 这个叫保护元件 静电的保护元件 金鸿是做ESL 那ESL 它是电子货架标签 在这两个产业里面 走得都相当不错 而且它端出了获利给大家看 好吧 那想想看 短线上 其实我也有讲过 我说 这几天我在讲金相光 为什么 金相光突然大力的拉回 拉回到它一个 所谓的相对低档的时候 你会发现 它为什么拉回 原来它10月营收有衰退 所以它拉回 各位 我们往往在做波段的时候 我都考虑一件事情 这家公司的产业 跟它的客户 有没有问题 如果是没有问题的话 它的前三季的获利 它已经超越去年 全年情况之下 只是因为它一个月的营收 去拉回 所以它股价大力的拉回 在这个情况 接近低点 难道不可以操作吗 这是我要问大家的一件事情 因为过去我们都知道 只要是小型股票 当它筹码整理完毕 有人要准备上工的时候 有时候到年底 因为很简单 我在讲 那个产业结构要非常清楚 CIS影像感测 晶片 那CIS的这个影像感测的封装 你就会想到谁 同心电 同心电去并谁 并胜利 对吧 并完胜利之后 同心电走的模式呢 尽量都走车用 而且它扩厂 它不是扩产线 它是盖了一个新厂 花了50亿 在桃园巴德盖了一个新厂 所以在后段的封测 我们可以看到了 CIS封测的同心电 我们再往前面考 我们看到什么 我们看到晶片 那么好了 那如果以CIS的这个晶片来看的话 如果看佼佼者的话 当然我们去看 因为它有利金集团的支持 它有谁的支持呢 利基电的支持 所以在代工的部分 没有问题 好了 那就是什么在拓展出来了 包括了我们讲基因定序 好 于是乎 当它打下来的时候 那是一个机会 它真的是个机会 为什么 那种利空叫 突然反应的利空 碰 你不愿意留 你就卖 那卖就是有人接 好吧 那接什么 等年底 所以这种股票会适合什么 类似像金像光中股票 会适合做波段 因为为什么做波段 你去看看前面的金鸿 你去看看金燕 请问大家 你做波段 你赚多少钱 都是倍数以上 对不对 我现在回过头来 让你回顾 今年他们在整个操作过程里面 是不是拉回要注意 反而真的拉回要注意 拉回要注意的时候 波段我抱着 我就放在那个地方 我跟大家讲 我说我们的预算要分配好 短线归短线 波段归波段 我波段要赚大的 我放在那个地方 我就不动了 我管你要不要震荡 反而你走到年底 年底才多久 一个多月 一个多月是吧 那我们要赚大的不是吗 那赚大的 我跟大家讲 你不管是要赚波段的 你不管是要赚短线的 你的标的要明确 而且你要知道 未来这个产业是有机会的 有前景的 所以呢 好吧 那如果这样子来看的话 我先问大家一件事 你觉得疫情会不会影响到 那个生活会 那疫情如果说 它趋缓以后 会不会影响到生活会 那两个的影响不同 我问大家 疫情来的时候 在欧美国家 最流行的一件事 台湾其实也 台湾比较少见 来 最流行的叫做电动车 而且什么 e-bike 电动自行车 超流行的 好吧 那我问大家 我问大家一件事 如果疫情趋缓了 这个自行车的需求 就不在了吗 错 我现在告诉大家错 为什么 我告诉大家很简单 自行车里面 有分了很多种种类 有的叫做代步 通勤用 有的叫什么 健身 健身休闲 对吧 于是乎 我们台湾的大厂商 巨大美利达 对不起 你现在给我下订单 你跟我下 你跟我下一千台 我只能出七百台给你 对不起 我缺零组件 我缺零组件 我要零组件来 我才有办法组合 过去我们讲 Shimano 日本厂商 高阶零组件 都是跟他订 基本上他有他的品质 但对不起 Shimano生产就功不应求 功不应求怎么办 巨大美利达想到一招 功不应求 我们回来台湾 找我们自己台湾的 手上 我们台湾 我们本来就有在做零组件 对吧 因为有时候你高阶车总 你好像一定要订 Shimano的东西才行 对不起 我们台湾的厂商说 我跟你讲 中低阶就是直接找我们就好了 于是乎 他就出现一个转单效应 把那个单子 拿回来台湾下单 给你 你以为我们台湾做零组件的很多吗 算一算 掐指一算 一只手掌都算得出来 有谁在做 于是乎就有家公司 就有家公司 他把前三季的成绩单端给大家看 然后比去年同期成长了九倍 这是我刚刚讲的 去年同期成长了九倍 然后再过来 我的在手订单 我接到了2023年的第一季 那就是转单效应 然后对不起 我也是接单是这样子 接单是接了以后 因为成本有增加 我要把我的毛利率控制好 毛利率又拉升 看数据都非常漂亮 股价却在低档 我今天在看所有的股价 我往往都会形容一件事情 如果你去看我们现在目前 所有的股票的状况 你就会发现 低档的股票 只要有人动 你才会注意 没人动 你还在那边看 看了半天 那到底要买什么才好 有人动浮起来 你才会观察 因为每一天 我们在行情震荡的时候 都有一些特殊的股票 开始动作 我告诉大家 他为什么会动 基本面的改变 对 然后进行换手 或许前方有人套牢 他觉得今天开始动了 我就把它卖掉 对不起 新的一批接手的人来了 因为我目标看得更高 可能今年要 整个突破前方的高点 这是很妙 对不对 我说串钱要趁现在 所以我提醒大家 对吧 好了 还是一样 再跟大家讲一次 明天重点的标的在这 叫做步步高 步步高 越走越高 好吧 你如果有套牢的股票 我采取的模式很简单 你说因为你资金都卡在这边 来一档换一档 换哪一档换步步高 换档操作 好吧 如果说我没有套牢股票 那很好啊 打电话来就好了 那如果有 请你把你现在手上套牢股票 都用来告诉我 什么价位 买几张 我要帮你换股 换成步步高 不排除 明天你的步步高 会周末愉快 亮灯涨 非常感谢大家收看 我们明天见 本公司与所推介分析之个别有价证券 无不当之财务利益关系 本节目资料仅供参考 投资人应独立判断 审慎评估 并自负投资风险 请不吝点赞 订阅